各位觀眾好 記者現在在里州公園 金曲報有一名民眾舉止詭異 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請問妳在做什麼呢? 我的行光何作用啊? 像植物那樣靠陽光吸收養分 為什麼要這樣? 又到了要報稅的季節 妳不知道 我下半週還花一筆拳去進修 我還要多醒透嗎? 難道妳不知道今年 跟自己工作相關的進修費 也算在薪資扣除額嗎? 什麼? 難道妳就是那個超多多P的 記者P的 被妳發現了 變身 沒錯 我就是報稅達人 欸? 不是啦 是報稅 不僅如此哦 薪資核實扣除額有三大項目 除了職業進修費用外 職業上工具支出也可以扣除 以及職業專用服裝費 不管妳是醫生 廚師 警察 需要在執行職務時穿著的服裝 都可以扣除哦 所以不用再這樣行光合作用了 太太了吧 那我要趕快發以前的收據 欸別走了 偷偷告訴妳哦 薪資所得在222萬以內 選擇定額扣除20萬 是比較划算的哦 不只如此哦 上字幕 這次報稅薪資啊 為了減輕長期照顧身心失能者的家庭 還增訂了長照扣除額 而且啊 基本生活費調高成17.5萬元 算了 同婚合法化後 報稅也可以一期哦 而且啊 還翻寬受撫養親屬 無謀生能力的認定標準哦 跟上報稅達人的腳步 讓你多吃幾次大餐 我是Sandy 我是Cindy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哦 我們下次見 掰掰